科比也只能這樣講 不然你要講什麼 現在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中國的戰略很清楚的 就是要推動這個 至少俄烏要停火 因為停火有幾個重要的動機 第一個很明顯的 烏克蘭已經越來越難支撐下去了 這一點包括美國的媒體 或美國的官方也不否認 看在歐洲各國裡面也都很清楚 去年給烏克蘭一千多億 今年還能有辦法再給一千多億嗎 很難 歐洲已經也沒那個力量了 美國現在銀行危機那麼多 他還有多少錢可以撐 大家也都懷疑 所以烏克蘭已經面臨一個 後援不計的窘境 如果真的要再對決打幾場大會戰 輸贏之間自己應該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說 能夠有中國幫忙停戰 烏克蘭至少可以爭取時間 跟空間喘一口氣嘛 要打也等到說 停火破裂以後再來打都來得及吧 現在如果接下去打一場大會戰 烏克蘭的軍隊是兇多吉少 我想烏克蘭自己很清楚這一點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說這個時候 就是要準備跟中國來接納他的一個作為跟方案 那俄羅斯呢 他雖然是在小戰爭裡面 這個局部的戰力裡面 他佔了很大的上風 可是俄羅斯在國際形勢上 對他的封鎖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俄羅斯的長久的策略之一嘛 所以他也希望說這個問題能夠盡早有個方案 或有個底定 那中國剛好扮演這個角色 那中國的立場一定是勸和不勸打 因為就一帶一路的這個策略來講的話 俄羅斯是好朋友 烏克蘭是好朋友 所以你看烏克蘭外長就特別跟秦剛講 謝謝中國對烏克蘭的人道主義的幫忙 這個沒有浮上檯面 可是這個金額一定不小 至少那些難民搞不好都中國幫忙養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所以要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電話上 直接了當跟秦剛說謝謝嘛 那這裡面有個戰略上的共同點 就是伊朗跟沙地烏地阿拉伯 恢復邦交 恢復安全合作 其實中國發這麼大的力氣 因為他們兩個都即將成為金磚組織的國家 你不能說你們兩個都參加金磚組織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你又在金磚組織裡面炒成一團 一樣一帶一路要經過俄羅斯 也要經過烏克蘭 所以中國會加碼 加大力量 可是這個是代表中國的國力跟威望的提升 美國看在眼裡面 他當然要吃醋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現在停滑 烏克蘭吃虧的 要求烏克蘭繼續打 能不能占贏更多的優勢 那你美軍為什麼不下場 這是很現實的 你美軍不下場 烏克蘭你打不下去 那今年要不要再給烏克蘭一千億 如果有的話烏克蘭還是有力氣打 可是人命的消耗已經很難補齊了 烏克蘭又要再動員一次 我們都知道剛開始在第一輪動員的時候 當然還有伸強體壯了 動員到最後一定都是老弱殘兵嘛 那對於烏克蘭來講是情何以堪嘛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要爭取休息的空間 就戰爭來講也是一個可以諒解的一個方法啦 那現在就是說如何達成停火 以及未來的政治安排的討論 那這一點美國當然不樂見停火嘛 可是你美國自己也撐不下去啊 那你怎麼可以怪這個中國在這個時間出手啦 當然中國這個時候一定是如履薄冰啊 多方詢問 但它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它跟俄羅斯沒有仇也是朋友 跟烏克蘭也沒有仇也是朋友 那全世界要找到這種可以當核四島的 算一算喔 只剩下中國或者 或者哪一個國家 我會去想或中國梵蒂岡而已 就沒有別人了吧 梵蒂岡不可能去插這種手吧 沒有 土耳其試過啦 分量不夠 土耳其太偏向某一邊了啦 他以色列也試過 以色列被陸雷派天下某一邊了嘛 所以這個是比較麻煩 這個 你一定要中立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兩方面你都有幫他忙 兩方面當然就要賣你面子聊一聊嘛 因為他渴望繼續獲得你幫忙嘛 不管烏克蘭的人道主義援助 或者是對俄羅斯的金融上面的支持 中國的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兩方面當然都要多多少少 把中國的話聽進去嘛 要不然你美國派兵下場 把俄羅斯趕走啊 當然美國派出特使去觀照 美國的自己的利益是天堅地益的事情 那因為美國跟這個中南美洲 以及南美洲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淵遠流長又湊重複雜 真的是一言難盡 那今天這個說明很多的中南美洲國家在政策上 他們的術語叫向左轉 那這種向左轉當然跟我們一般的 亞洲地區講的向左轉性質不太一樣 那就是帶有一點點的 跟美國不太和諧的反美的調性 但是又沒有說跟美國要對抗 那同時在這個經濟政策上面 希望多跟中國接近 多遠離美國 因為跟美國做生意不賺錢嘛 這是個現實問題啊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候選人 像最近巴拉圭的在一黨候選人就說 我當選的時候我要跟中國建交 然後這個洪杜拉斯的這個現任的總統 在競選之前的時候 我當選人又要跟中國建交 那這兩天洪杜拉斯的總統 卡斯淑女士又在推特講說 我指示我們的政府官員 開始跟中國接觸建交事宜 他如果真的有談好了馬上就宣布嘛 那為什麼這麼做 就是叫板 就是我先把牌子打出來 看看你美國什麼反應 看看你台灣什麼反應 那台灣大概措手不及 也不曉得怎麼辦 你看這兩天吳釗燮 蔡英文 陳建仁都是姿姿呜呜 不曉得言不及不知道講什麼 那美國派就特使來當的幹什麼 很簡單嘛 洪杜拉斯上一次 我們賀解力副總統來的時候 答應你的東西可能沒有兌現 那這個你還要求什麼 這個我來幫你跟台灣要 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這個不用去談別的 那什麼叫跟台灣要 吳釗燮自己拿磚頭砸自己的絞 包括蔡英文 你給立陶宛12億美金 360億台幣 建交也沒有 辦事處也沒設立 一下子就給了這麼多錢 洪杜拉斯看裡面 這個12億美金 那你一年給我1億美金 剛好給我12年不差不多 我還跟你建交耶 有什麼不對啊 合情合理啊 好啦 但是你如果真的給洪杜拉斯 那巴拉圭跑來了 欸 巴拉圭總統 人家已經是要了這麼多了 你要多少啊 巴拉圭是要10億啊 那個時候金融時報已經 不是啊 10億美金還是比立陶宛的12億少啊 你要這樣算嘛 所以要再加碼 那好啊 你以為這兩個開口嗎 還有瓜地馬拉 貝里斯說 立陶宛人口只有300萬 對啊 洪杜拉斯1000萬 那貝里斯50萬他也要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所以我是說 當時處理立陶宛很多人 包括這個賴教授 郭教授 他們早就有想到這一點 已經講了好久了 沒想到現在槓上開花了 好吧 你就是大國要這麼多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很多小國啊 對不對 聖文森你要給多少啊 對不對 後面還多著咧 對啊 絕對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經濟結構的互補 不在於它有多少SpaceX 也不在於它有多少Netflix 因為畢竟越南還是一個 所謂的共產黨一黨執政的 一個國家 在這種狀況底下 美國跟它要講上 價值外交都談不上 剩下一定是斤斤計較的 投資以及商業利益 或者有一些外交跟 戰略上的利益 但是美國所搬過去的 這些東西 對於現在越南的工業水平上 其實都幫不上什麼忙 你要賣波音飛機嗎 那你好先拿錢借我來跟你買啊 越南為什麼要去買你 那麼多的波音飛機 再來說你越南要是買什麼 高檔的東西 那可口可樂早就有了 蘋果早就有了 這不是什麼稀奇 所以你要在越南擴大 多少的投資 對越南的工業基礎來講 並不相配 所以短期內沒有互補了之後 沒有像中國跟它之間 波音搞不好是均售啊 一定不是軍售 因為越南不會用他們的軍品 不會用他們的軍品 所以對於越南來講 要把它的軍事上的這種 所謂的平常的修復系統 改成美軍系統 那還走得路遠的 對越南來講不划算 而且越南現在沒有所謂 其實要戰爭的一個需要 你說越南跟誰戰 跟柬埔産嗎 還是 不過洛克希的馬丁有趣 哎呀 我跟你講 那個都談不上什麼聲音 那越南人一定斤斤計較說 你給我什麼好處嘛 對不對 那你能夠把美國的軍火生產線 搬到越南來讓我們做工嗎 也不會嘛 對 這樣不可能啊 對 那你搬得可口可樂來 搞不好賣到東南亞去 還更實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是屬於消費性工業 這美國剛好跟他沒辦法互補 但至少可以擺擺樣子嘛 擺擺樣子 那最好是美國直接給現金嘛 這比較實際啦 這兩個法案是一定失敗的 因為法案的通過並不現實 並沒有建立在一個 實際的基礎上來考量 可是法案是政治人物在通過了 並不是經濟體系的需求 因為美國給歐盟的政治人物說 來 你站到我這邊啦 要站隊 要靠邊 所以你要表達出某種程度 是等於準制裁 中國大陸的產品這種做法 可是為什麼做不到呢 第一個有關於太陽能面板 CP值最高的太陽能面板 公認就是中國大陸 又便宜又好用 量又大 而且要能夠即時來裝配 那你歐盟如果要推動 所謂的氣候減排 請問你 你跟誰買啊 沒有啊 你跟越南買嗎 跟美國買嗎 你自己也做不出來 因為太陽能面板沒辦法 就是全世界最大產能 都在中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稀圖它通過那個法案 其實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趕快在這個歐盟國家裡面 把很多的廢料回收 其中提煉出 稀圖相關的金屬 它要做這個工作 那沒有技術 誰來幫忙 聽說日本有 那日本來幫忙 那這個做法也不能說錯 因為至少是環保 節省這些廢物的一種利用 但是有個問題就來了 它成本會非常的高 那你成本非常高又回到經濟問題 那人家其他人用中國的稀土礦的話 成本低又好用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競爭下去 看不見的手就會把你那種看得見的手 給甩到一邊去 美國不就是這個情形嗎 要削減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搞個老闆連逆差還擴大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見的手 就是會甩開你看得見的手 所以政治上的干預並不符合現實 那你好了 短期內 歐洲的企業聽你的話 那試試看 看你能收到多少已經使用過的廢料 那裡面能夠提煉出多少稀土的金屬 那人家現有的稀土提煉出來的 純度又高 價錢又低 那我看不出來你哪一邊會贏嗎 那你說要這個太陽能面板 要找其他國家供應鏈 叫做友好供應鏈 那友好供應鏈連我們台灣 都沒有在裡面 我就很納摸 我們不是跟歐洲 美國很好嗎 我們就沒有在 這個他們的友好供應鏈裡面 沒有啊 那你除了台灣的這種 製造太陽能面板的一個技術 我們的成本也很高啊 不要講別人好不好 就以台積電 張宙某 曾經推動過要做一個 很大規模的太陽能面板廠 結果怎麼樣 倒閉啦 為什麼 因為不是他的本行啊 他也輸啦 所以這種高度的價格競爭 CP值一定要夠 那你我現在看不出來 哪一個國家能夠取代 中國在太陽能面板上的 世界地位啊 可是委員現在美國極力在追趕啊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MIT 他們研發了非常輕又薄又柔韌的太陽能板 說重量只有傳統的1% 1公斤發電功率高出18倍 而且還可以有不規則彎曲的表面 他都可以裝 所以看起來美國好像也很努力在研發 量產的再說啦 就舉個例子 韓國不出類款手機啊 說手機面板可以彎啊 就搞到老半天 現在還賣不出去啊 銷售量還不好啊 所以這個CP值 我跟大家解釋的概念 有的時候不是你有多陷阱 而是在市場上 大家覺得說我花這個錢買 這個值不值得 那如果說你是哇很彎很彎 那你好吧你賣的比 我們現在還便宜可不可以啊 那真的要裝太陽能面板 又有幾個地方需要你彎的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納悶啊 不過你去看看我們台灣那個所謂 台南那些鬧得很厲害的所謂 魚店共生有沒有 你跟那些漁民講說 哎呀這個你在那個魚池上面 裝這個東西啊 成本是人家的三倍 而且可以玩看他要不要嘛 而且你要得罪 這個一億人你就算了 其中有將近一千萬的網紅 在裡面生活 對啊 這些網紅在其他的社交軟體上 跟著喊一喊說拜登下台 那拜登怎麼連任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